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吃瓜,那就快来聊瓜妹吧,瓜妹带你,冲在吃瓜第一线,今天又有什么瓜呢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,一秦潇贤她房。 前女友抱她出轨,睡粉,聊天记录炸裂,德云社的弟子秦潇贤被抱多次出轨,其女友在个人账号公开私秦潇贤。 目前,秦潇贤的粉丝开始站队,喊话秦潇贤出来解释,并且向该女友欣语希道歉。 秦潇贤发文,六年了,该给自己和粉丝一个交代,中间她详细地说到了关于秦潇贤多次出轨与大量的聊天记录,并且喊话自己是从2018年的3月就已经确定了和秦潇贤的恋爱关系,并且同居,长达六年,这中间做了些什么呢? 秦潇贤表示,秦潇贤工作上的一切事情,除了不能替秦潇贤上台,其他的一切都是由自己帮助,包括发出来的文案,拍摄照片,等等工作上的事情,都是由自己帮助秦潇贤的。 她甚至还爆料南方急需用钱的时候,是她和朋友出本前,帮助运作服装品牌,南方只负责穿着方便粉丝拍照。 另外,南方多次出轨期间,是私信回复粉丝,睡粉。 说到出轨的事情时,秦宇希说,在2020年的时候,女方在我家拍摄的照片视频在某博流出,我闺蜜发现后,第一时间提醒南方。 南方亲口承认出轨,每说到一个细节,秦宇希将整个过程公布出来,并且还带上了大量的聊天记录,证明一切。 她强调,本人聊天记录的真实性,一切问心无愧,我也相信公道自在人心。 随着她撕开了秦宵贤的面纱,秦宇希最后喊话,将这段不堪的过去,暴晒在阳光之下,才能清清白白地走好后面的人生路。 大家在谴责秦宵贤的同时,也喊话这一位姐姐真的很伟大,很勇敢。 合着大家看到的秦宵贤照片,还有她身边平时所做的一切,都是姐姐在运营,原来我们是爱上了姐姐。 目前,秦宵贤开始塌房,粉丝开始气气而去,却反而喜欢上了新宇希。 新宇希把和秦宵贤长达六年的故事拍摄成了短剧,咱们就是说,这一位姐又是可以拍短剧,又可以写书,甚至比秦宵贤有才多了。 秦宵贤还不懂得珍惜,哎,从目前来看,秦宵贤还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应。 但新宇希公开秦宵贤出轨的内容之后,仍旧还有一些粉丝骂女方,喊话她不该毁了秦宵贤。 形容没事,哥哥工作室发个告明欲权的声明,打没必要的假,这事就过去了。 可绝大多数女生还是清醒的,喊话新宇希只发这些,其实已经给你们的秦宵贤留了面子了。 如果她将真正那些毁三观的全部发出来,你们尽管挑衅,看最后谁她访。 新宇希也回应粉丝,不知道女粉们还在替她洗什么,出轨还不足以震惊三观。 秦宵贤面临的最后结局,有网友猜测她估计会出面做出说明,至于道歉与否,一切就要看她的行动。 二,黄晓明老婆叶柯,疑似名媛培训班出身,和烧饼老婆是同班,还记得前几天大湾区音乐晚会吧,可谓是众星云集,给全网贡献了一场视觉和听觉盛宴。 黄晓明当天也去了,现场跟肖战,渡江等众多明星合唱。 黄晓明还跟肖战互让位置,双方都很有礼貌。 随后,叶柯闺蜜在网上晒出了与叶柯在现场的照片, 叶柯闺蜜还跟成龙大哥,以及王力宏,还有叶柯都喝了饮。 照片一出,引发全网热议,不少网友似乎有点脸盲,评论区很多网友在问,到底哪个是叶柯,似乎有点傻傻分不清楚。 有网友说是不是一家医院出来的,之前叶柯直播的时候,有网友问她是不是科技人,她说40%微度。 还有网友给出主意说看脸分辨不出来的话,可以看手,叶柯手上有志,你就说网友们也是操碎了心。 还有网友晒出了几张图片对比,说YK是名媛培训班的,动作衣服都一样,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巧合,撞山了也说不定。 一时间热议不断,还爆出来同班的都没有她嫁得好,其中一位嫁给了德云社的烧饼。 哈哈,网友的评论也是有意思的很啊,我想报名,感觉就业率很高,说明那个班有真材实料啊,是真教东西啊,急死我了,报考入口在哪啊,我报王家尔岗啊,包就业。 还有人说,黄晓明和叶柯在一起并不是看重叶柯的颜值,而是叶柯非常会给黄晓明提供情绪价值,简单几句话就可以让黄晓明挑起来,完全化身小迷妹,黄晓明特别吃这一套。 总结黄晓明有关的四个女人,一琴兰,二里芬,三阳影,四叶柯,很容易就能发现,黄教主挑女人的眼光,那叫一个柯柯,虽说她自己岁数越来越大了,可她找的那四位美女, 个个都是像婉婉那样的,长得漂亮,皮肤又白,还有大长腿,而且一个比一个年轻,身材也是一个赛一个的好。 其实,鞋和不合适,只有脚知道,黄教主喜欢就好,人家夫妻恩爱就可以,大家吃吃瓜就好了。 3.9月27日早间,大碗娱乐官方微博突然发布公告称,公司旗下艺人张小斐,许军聪,补玉,何欢,张太伟,朱天福,曹贺军,刘洪璐的经济合约均已到期,将不再续约,未来会换一种形式继续合作。 大碗娱乐不再负责艺人业务,贾玲导演未来将继续专注内容创作,不再担任公司职务,对此,贾玲,张小斐等均转发该公告并配文,我们来日方长。 相关词条迅速刷屏微博热搜,公开资料显示,北京大碗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大碗娱乐,是贾玲组建的一家专注喜剧事业的文化传媒公司,专业从事艺人经济,演出、包装、影视剧及节目策划等多项业务。 2016年8月,大碗娱乐正式签约首批艺人,其中包括张小斐、许君聪、何欢、补玉等在众多喜剧节目及影视剧中有过出色表现的艺人,大碗团队先后参与了《欢乐喜剧人》第一、二、三季、喜剧总动员、喜剧班的《春天第一》、二季、咱们穿越吧等综艺节目。 旗下艺人在《欢乐喜剧人》大电影《若是如此》、《霹雳在线》、《小明和他的小伙伴们》等影视剧中担当了重要角色。 天眼查资料显示,目前大碗娱乐董事长为贾玲的父亲贾温田,贾玲仍是该公司大股东、实控人,持股65%。 公开资料显示,贾玲,1982年4月29日出生于湖北,中国内地喜剧演员、电影导演、编剧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自导、自演电影《你好》、李欢英热辣滚烫、票房不俗。 据《猫眼电影》专专业版,贾玲目前以88、78亿元总票房位列中国导演票房榜第11位,排在《宁号》之后。 她主演的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,成为中国影史第四位票房破百亿的女演员。 今年2月10日,由贾玲导演的新作《热辣滚烫》上映。 为了拍摄,贾玲增重了三四十斤,又减重100斤,把自己塑造成了浑身肌肉的女拳击手形象。 在电影上映期间引起极大的轰动。 此后,贾玲接连成为包括猛牛、Prada、Lululemon等多个知名品牌的代言人、品牌大使。 业内人士表示,大碗娱乐的选择十分明智,贾玲作为优秀的商业片导演之一。 电影是她的长处,比起一人经济,专心电影是众望所归,期待专心内容创作的贾玲未来能够拍出更多好作品。